嗨 大家好 我是丹娜 我們今天又來孤車了 今天我們要孤的這台是 XC60有分柴油板跟汽油板 柴油板又有分D4跟D5 D4就是2.0的前輪驅動 D5就是2.4的四輪傳動 D5又有分豪華型跟旗艦型 我們這台是D5的旗艦型 走 直接帶你去看車 經理數一定會影響車 我們三個優點 三個車點 那我就滿身太戰車的 我試試看 好不好 等一下 我這個經理實在太吃力了吧 騎電型跟豪華型的差別就在於 騎電型有 ACC半速域自動跟車 還有全景天窗 你看喔 這台車原本有電動尾門 但是它已經壞掉了 那前車主他也沒有想要修 所以就改成就是這種 一般的支撐桿 你知道為什麼車主不修嗎 一定是修起來很貴的啊 沒錯 你答對了 這台車有一些基本的配備 雨眼HID大燈 霧燈 前導車雷達 18吋的前後旅圈 自動收折後視鏡 60度環繞鏡頭 車頂行李架 眼前充嘛 嗯 這台車是一手一濕的車 他因為換新車了 所以才要把它賣掉 這台新車呢 是最頂級的 222萬 2010年的車子 竟然就有 ACC自動跟車了 讓我蠻訝異的 我跟你講喔 我們這台車回來的時候 然後引擎有換了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就是水箱 因為他回來的時候已經在滴水了 那個水箱已經換新的了 對 這邊這個在家旁邊的水管呢 總共換了 這台車目前公里數來到 124000多公里 回來的時候 當時我們有查訂做認證 這是全車原版件 沒有泡水沒有事故 很漂亮的車子 再來還有換一個東西 換了這個 這個天花板 它原本是環保材質 所以它久了都會塌陷 這整個已經都換過了 都新的呢 是的 漂亮的布很漂亮 嗯 我們換那個布啊 費用總共是8000塊 來到車上了 那我就順便講一下車內的配備吧 雙錢電動記憶座椅 電子手煞車 大燈開關 它沒有自動感應頭燈哦 前後霧燈 加油蓋 電動尾門 它這顆像已經沒有作用了哦 因為尾門 現在沒有電動尾門 對的 這是車內儀表板的亮光調整 行車電腦控制鈕 定速巡航自動跟車的按鍵 這個就是開啟 然後這是回復 然後這是速度往上增加 往下減少 減少車距的距離 這是加大車距的距離 音響控制鍵 跟接聽電話的 這個是iKey 可是這台車還是要把它插進去 踩煞車才能發動 感應是雨刷 觸控是螢幕 倒車顯影 其實還蠻清楚的 13年前這樣技術是真的OK的 但螢幕是有點小的 左右獨立恆溫 那它有藍牙喔 可是它只能接聽電話不能聽音樂 前車車距碰撞警示 車道偏移警示 盲點偵測 原來當時也有盲點偵測啊 是的 前車雷達警示 這台車是六速手自排 這邊科普一下 如果是汽油版前輪驅動的話 它的變速箱搭載的是 自手排六速雙離合 我們這台是四輪傳動 搭載的是六速手自排單離合 這台車配備呢 原本就有DSTC 那什麼是DSTC呢 它是穩定與循跡控制系統 最大功效就是 可幫助駕駛人避免打滑 並改善汽車循跡能力 還有一個就是CT Safety的功能 它就是有助於預防碰撞 降低碰撞速度 主要是降低車速的能力 若本車與障礙物之間 速差大於指定速度 CT Safety的自動煞車功能 無法預防碰撞 但可減輕碰撞後果 這樣了解了嗎 真的是有過專業的 後座空間其實也蠻大的寬層 而且它有前景天窗 所以其實車內的光線其實很充足 然後它也有 額頭安全座一個固定 ISOFITS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倒入試駕吧 VOVO它的前身是做坦克的 所以它的防撞鋼梁 還有它的安全結構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底盤也很紮實 是的 開起來應該很穩吧 很穩 但是要能接受柴油車的 共軌引擎的聲音 喔 那個啦啦啦啦啦的聲音 對 但是其實車內聽起來聲音好像也沒有大聲 對啊 車內還好 引擎比較特別 它是直列武器缸 雙凸輪軸 所以是20個氣門嗎 4520 對 我們目前開起來的話 底盤沒有異音 座箱換檔也很正常 引擎也沒有很奇怪的異音 而且開起來是真的非常的好開 車況很好 以當時的年份來講 這台車的配備已經很頂級了 重點是還有自動跟車耶 13年前就有這個技術了 OK 我們試完沒有問題的話 就要來公布我們跟客人收購的價格囉 所以我們最後對客戶收購的價格是多少呢 因為我們當時收購回來的時候 車子還要做整理 所以最後的收購價格是20萬 後來整理完呢 還有加上管銷跟營鎖稅 我們的成本大約會落在26萬左右 那我們最後的開價會是多少 39萬8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囉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如果您對家中的車子 想要了解估價的行情 歡迎私訊我們小編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會為您創造更優質的內容 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記得訂閱 opposition それでは再評論文